资深艺人薛佳燕 现身香港TVB电视城 录制有份主持的音乐节目 流行经典50年 虽然最近新冠肺炎疫情肆虐 不过佳燕姐还是利用自己的正能量 不断的带欢乐给观众 不知道她家里的防疫用品够用吗 我开始的时候就是很平坡的 但是刚好有朋友他们是做这个 Mask面口罩的 他们也送了几百个给我们的学生 小朋友 因为小朋友的口罩现在比较难买得到 另外有很多家长 他们也是对我非常的好 送了很多赤纸啊 还有呢 那个卫生巾也送了来 他们说因为在市面上买不到 我说 不必了 我可能不用了 他说 没关系 没关系 我已经买了 这样 那我非常感谢他们 还有关头 他们也买了给我 米啊 都买了给我 都送来 我家里妈妈一直忠心 虽然我们要面对这个疫情 但是呢 在那个困难之中呢 你就发觉 友情的可贵 大家都是互相的关心 互相的爱护 因为常年拼搏 薛家燕去年年底曾经放言 今年会减少工作的时间 眼下因为疫情问题 貌似他除了少了一些登台跟广告之外 还是跟以往一样忙呢 想必令子女们操碎了心了吧 那最近呢 我跟我儿子也拍了一段片 就是用周杰伦的那首歌 拍了一个叫《千里之外》 就是说我在拍戏呢 我儿子呢 我儿子呢 在家里担心我 情况怎么样的 出来的反应非常的不错 那我也很谢谢我的儿子呢 也谢谢大家的支持 某方全媒香港报道